但是呢我因为有一点纠结这个问题嘛 因为我去从去年就是我疫情之前 就刚好碰到了几个就是吃素食的朋友 但当然有不同的素 有人是鱼素 有人是全素 有人是锅边素 当中有一次我们有一个冲击就是 我们去到云南一个地方去拍东西嘛 然后他们那个就是当地的人也很好客 把我们拉去个地方吃牛肉 他那个是黄牛 然后呢就说是特别好吃 怎么怎么新鲜 那个我那个朋友是他 因为他跟着我们一起去工作 他吃素 但是他一般可以跟我们去 他说他吃锅边素嘛 就说你们吃肉我在旁边坐着也行 我吃点菜 但那天一到那个门口啊 没有菜的地方 不是那个牛就在那个门口 在那个那个车正好把那牛拉进来 你知道吗 就是拖拉机上那个那个牛就在那 他就看不下去了 他就扭头就走了 自己去吃了碗那个凉粉 后来呢我这个想法 我是在一个就是说 在一个一个日本幼儿园的一个食育上面 他们讲了一段我觉得挺有意思的 他们就是教小孩吃东西 他说不管吃什么 他要做三个心理的过程 第一个叫忏悔 就说确实嘛 你吃了动物的肉 他说第一个叫忏悔 那么第二件事情呢 叫感恩 那他当然就是感谢这个动物 把肉给我吃了 第三件事情就叫共生 共生 共生是指什么呢 就说是我是吃了你的肉 但是这是表明我们的这种生活方式 是共生的 我就觉得他这个三步实际上 当然了你可以觉得 对共生 为什么你要拿我共生 不能我拿你共生呢 当然了这个方式 我觉得有一点 他就是能够把这件事情给解释了 就说至少在我的心理上 我觉得慢慢这种复旧感 稍微少一点 这个东西 我并不喜欢杀 在动物的 但是如果你吃肉 我觉得更可怕就是 你吃这个东西 但是你不知道 真正的他的成本是什么 也不是说金钱的成本 就说生命的成本 那么